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啊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我赌你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要我死不承认 你们就拿我没办法 赵英杰看着王正强死不承认的样子 挥起一拳就要砸向王正强 英杰别动手 他是周寻查的人 那个是一个信号发射器 他就是用这个小东西把信息传出去的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 这不是对讲机 也没有接受声音的麦克风 更没有按键 他是怎么准确传递信息的 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摩斯密码这个东西 赵英杰听后顿时怒不可遏 打起刀就要扎向王正强 小杰别动手 你这不是给周寻查送证据吗 话音刚落楼下就响起了警笛声 赵英杰走到窗边向下看 原来那几辆莫名其妙出现的可疑车辆上面 现在都放上了警笛 你 你给老子滚 我真希望你能在这里砍了我 这样的话就可以人赃病获了 再加上周寻查手中现有的证据 保证你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李亚翔说完便笑着离开了办公室 赵英杰看着李亚翔猖狂的离去 有些无力的瘫坐在椅子上 姐 这回我该怎么办啊 那个王正强 我呸 那个李亚翔一直都是我的身边人 那周寻查一定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肯定够让我蹲几年了 家里的老人都找人说过了 那个周寻查简直就是软婴不吃啊 没事的小杰 有你姐夫呢 不是我不想帮英杰 可是你看他根本就不是真心把我当做姐夫 英杰还小 你说你个当姐夫的和小孩子计较什么 再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英杰也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孩子 你这次帮了他 他一定就会从心里敬重你了 姐夫 姐夫我知道错了 之前我不是对你不了解吗 谁能想到你看着那么年轻能力却那么强 看在我这么诚恳的份上 这次你就帮帮我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可不能跟我一般见识啊 本来就是一家人 说什么帮不帮的 来之前我就和你姐说了 是来帮你的 谢谢姐夫 那姐夫你需要什么资料吗 先把周寻查的资料给我拿一份 记得要带照片呢 好嘞姐夫 我马上去 不一会资料就拿了过来 林坤看着周寻查的照片 眼前便出现了他的黑历史 上面清楚地显示了他背后的靠山 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英杰你去给我准备一下火器 方理 信职 信封 赵英杰听后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出去准备了 不一会东西便准备好了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等一下我叫你们 你们再见来 我也要出去吗 听话 我这是在保护你们 文言姐弟俩没有在说什么 相继走了出去 直到偌大的办公室里 只剩下林坤一个人 他这才打开信纸 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 然后叠好放进信封里 最后拿火器封好 这封信千万不要看 你找个时间建一下周寻查 将这封信亲自交给他 那要是周寻查问我 这是谁写的怎么办 那你就和他说 他还不够格 让他把信送过去就行 姐夫 你多少透露一点啊 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啊 不告诉你们 是为你们好 知道的越多反而越危险 干嘛呢干嘛呢 没跟你们说不让你们进来吧 小公子 对不起对不起 你快去看看吧 有人在楼上闹事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盘闹事 是谁啊 是那个经常来玩的女老板 他毒品一直都不好 这次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个帮手 赢了还不走 你们是不是傻 刚刚都那样了 你们还不清场 是不是都先命场了 那个女老板也是傻子 赢钱了为什么不走 还有他找来的人 你们有没有找人看着点 别是什么出老千的 赵公子 我们找人看着呢 不过并没有发现出老千的痕迹 那个人很厉害 女老板今天已经赢到 咱们回锁的警戒线了 但是他肥闹着要把之前书弟都捞回来 怎么都不肯捡好就收 王八蛋 这人肯定有鬼 走 上去看看 姐姐 姐夫 上面有点事要处理 你们先随便玩 赵英杰说完 便带着小弟向楼上走去 要不咱们也一起过去看看吧 赵小姐今天也在 这还真是荣幸啊 不知道赵小姐旁边这位怎么称呼 这是我姐夫林坤 兄弟幸会幸会 林坤刚伸出手 忽然危险感觉发动了 于是林坤随即便握手了拥抱 上前热情地拥抱了一下吕老板 吕老哥以后可都照应着点老弟啊 好说好说 吕老板 今天手机不错啊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老吕啊 今天既然也赢了 要不就先收手吧 赵公子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这才一亿而已 你们这么大的场子 也不会这么点钱都输不起吧 吕老板 输赢咱们各凭本事 不过如今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被周寻查看得死死的 继续下去谁都不安全 你过几天再来 我一定好好陪你玩 直到你玩尽兴 你们赢我的时候 怎么不说点到为止呢 今天你们输了就想抽手不玩了 不行 好你个姓吕的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 你当场子是你家开的啊 今天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呦吕 赵英杰 你跟老子玩这出事不是 老子出来混的时候 你毛还没长齐呢 今天你必须给我玩 给老子把从我这吞进去的 都给我吐出来 吕延庆说吧 便伸手在腰间掏着 吕老板 你是在找这个吗 杀 你 怎么 你 你是想问为什么会在我这里对吗 呵呵 也不是不能告诉你 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抱你一下吗 吕延庆 你特么的无法无天了是吧 我的场子你都敢不守规矩了 吕老板 你很喜欢赌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英杰不和你玩 刚好我喜欢 我来陪你玩 哦 这个案情好啊 姐 我姐夫她很会赌吗 她 她好像是不会吧 等会我还有事情 咱们就玩大一点 地局定胜负 怎么样 林先生痛快 我这边还有两亿 加上刚刚赢的一亿 一共三个亿 你的呢 英杰 给我拿三亿筹码来 小姐 去给你姐夫拿吧 林兄弟 咱们玩点什么 我让你选 吕老板 我不会打任何一种牌 也不会打麻将 什么都不会你上来干嘛来了 你特么的逗我吗 吕老板别着急啊 赌别的我不会 但是咱们来赌命怎么样 现在这里面就只剩一颗花生米了 吕老板赶完吗 t Stage 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